英文考试怎么这么无聊 各位朋友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 虽然主要强调的就是 学了英文能够运用出来 可是我们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几乎都是在考试考试当中成长的 在学生时代我们当然要考试 等到除了社会以来工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还要考试 所以英文考试根本就是挥不掉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谈学英文的时候 一定要谈到怎么考试 那么我们的标题叫做 英文考试怎么这么无聊 这个无聊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没有去没有意思 第二个就是这个考试的本身啊 是非常的无聊 没有意义 各位看这个题目 是不是非常熟悉了 这个题目大约是初中考高中的程度的题目 我们说 那么我们看到这四个答案当中 正确的答案选的是这个字 叫做much more expensive 更加的昂贵 这栋房子当然比那一栋房子更贵 那么各位看到这四个答案都是字的变化 第一个答案跟第二个答案就是一个more在前面 一个more在后面 这种考试 各位你会不会觉得 第一个就是我刚说的真的很无趣 就是大家死记死记 第二个它怎么这么无聊呢 如果我们考中文是这样子考的 下面四个中文的答案哪一个是对的 我吃早饭 早饭我吃 早我吃饭 还是吃早我饭 各位如果这是一个考中文的题目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无聊的很啊 可是你会发觉 我们从小到大有好多的考试 就是这种很无聊的考试 可是我们却不知不觉的 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死记 然后学了迷迷糊糊 学完好像很多还是搞不清楚 也是很痛苦的 那么我们考试如果都是这样考 那就是我们说的实在是非常的无聊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来学习 因为考试你一定要考 这是一个评量大家学习的成果 所以一定要考 而且不开玩笑的 考试决定了很多学校的选择不选择你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你将来有没有办法进入高等教育 或者你有没有办法进入某个公司的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考试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先学会了 我们再来考 各位听到这句话一定很有意思 先学会了再去考 难道我们都是没有学会就去考吗 各位这就是事实啊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真的是没有学会就去考了 迷迷糊糊的 即使我们知道这个答案选B 也只是迷迷糊糊的记忆下来 并不是很清楚的 了解它的道理并不是真正懂了 所以我们学过一段时间 保证大部分就忘记了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考试题目的内容先学懂 我们把它加入六个符号分析 123加4 this house is 这栋房子是 是怎么样子呢 第三个字叫做expensive 是昂贵的 所以这主体架构 123 其他的就是四 加油添醋的 sure里是当然的 这是一个副词 当然怎么样子呢 more expensive 各位看到昂贵的前面加了一个more 这叫比较极 比较昂贵的 那为什么再加这个much呢 再加强语气 不但比较贵 还贵很多 所以这栋房子当然呢 then that one 这个one呢 就是另外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比那栋房子 不但比较贵 叫more expensive 还要贵很多 much more expensive 好 那现在各位懂这个道理了 哦 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加上去的 然后就要做第二个动作 就是念出声音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叫做不但比较贵 还贵很多 much more expensive 这要连续念好多遍 much more expensive much more expensive much more expensive 各位一起来 much more expensive much more expensive 那么将来你念熟了 举一反三 看到这个一二三四 四个选项 much more expensive 马上立刻就知道 选的是B选项 这是一个正确的过程 就是说你先懂了 你先会了 你再来考 那么相反的 如果各位看到这四个答案 你还要说去分析一下 想想老师是怎么讲的 A加B加C 怎么加法的 你不行像我们刚才那样子 much more expensive 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声音档 就是一个思考就出来的话 我保证 你过一段时间 你一定忘记 而且你一定会 即使你学会了 你记住了 你用的很吃力 这就是好多的朋友 是不是单字 单词一大堆 就是听不懂 就是说话 就是说不出个名堂出来 所以同理嘛 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来学中文 这个叫做我吃早饭 意思很清楚 很明白 多说几次 我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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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看到别人 就跟人家说 我吃早饭 同样的道理 你跟人家讲 这种房子贵好多 立刻就说 Much more expensive 你记到的都是声音的档案 你记到的都是有意义的内容 你能够马上反射出来 不但你会考得好 因为你记住 你当然考得好 而且你考完 才可以运用的出来 所以说 你呢 这是基本功力的建立 每一个字 你要有声音 然后你要建立语法的思考 成为一个一个鲜活有用的句子 你去运用 去考试 这叫水到渠成 所以这一节的视频节目 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 怎么样 先学会 再来考试 保证各位不但考得好 而且可以拿出来运用 看多太多的学生朋友 考试考得好好啊 比如说多艺考试 在很多的学校里面 作为毕业成绩 所以一考700分800分 这个多艺 总分是999 所以考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结果呢 上场了不能听 上场了根本不敢说 那这叫做什么成果呢 所以学了英文却不能用 这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这样子的教导 可以让英文考试变得有聊 因为太多的朋友 在小的时候考试考不好 就讨厌英文 因为觉得自己很笨 不喜欢英文 然后因为成绩不好 被父母骂 被老师骂 即使是考试考得好的学生 最后也是迷迷糊糊的 只是因为你的记忆力好 你把它记住了 你把它考好了 可是英文只是一个工具 它是利用这个工具来作为我们进一步听说读写 将来做事收集知识的一个工具而已 结果呢 你花了一大堆的时间 只是为了学这个工具 学完这工具呢 还不一定能够运用出来 那真的叫做无聊 好了 我们继续来讨论 学会了再来考 就又有趣又有自信 那小朋友会觉得学得很好玩 我们尤其是对于比较年轻的孩子 一定要让他念念念念念 念了他自然有记忆 记忆他就会考好了 可是相反的 你不叫他念 你就叫他记 对他来讲是一种折磨 我们刚才看完了一个考高中 大概就是初中的程度 那现在我们看高中考大学的程度 像各位看到这个题目 The Science Museum is Definitely 下面有四个答案 其实如果你学会的话 一看就知道答案 根本不需要去一二三四 每个去分析 我一看我就知道答案 就像刚才的 各位已经不见了 Much more expensive 是不是还很有印象 所以先懂再来考 为什么这个答案一看就知道 叫做what's a visit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二三加四 The Science Museum is 这个科学的博物馆是 是怎么样子呢 中间这个副词叫做四 先不要理他 Worth a visit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字 那么这第三个字叫做 Worth a visit 叫做值得去参访 值得去看一看 中间来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副词 Definitely 是一定的 一定值得参访一下 这时候各位看到的 这个叫做Worth a visit 在英文叫做 借词加名词成为片语 我们再说一遍 借词加名词成为片语 各位都以为学英文是一个字 一个字的 其实英文是一组一组的 所以我们用六个符号分个线 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我们看到这个合在一起 并不是三个字 就好像是一个字一样 这个就叫做借词加名词 成为片语的概念 各位对于字很舒服 因为我们中文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英文却是一块一块的 我们就不舒服了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happily 这叫快乐的 这个没问题 这一个字 我很舒服 我把它变成片语 各位请看啊 我先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名词 英文的名词就是 首先先把这个字变成了这样子 叫做happiness happiness 然后我前面加个借词 叫做with happiness 现在各位请看到 好像这是两个字 with happiness 这个意思就是刚才的happily happily就是with happiness 这两个意思完全一样 只是刚才的happily 快乐的是一个字 而这个叫做一个片语 对于片语 你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字一样 这个观念你突破了 英文就进步很多了 所以你看到它并不是两个字 而是一个字就好像快乐的 这样子的一个字 那么同样的道理 将来大家不断的在英文当中 看到所谓的片语 比如说现在请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片语 这个是很常用的 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大家就是认为这是两个字 in就是在什么里面嘛 when又有一个意思 我就查字典 就查到了when 结果合在一起 这两个你就觉得怪怪的 请大家再记得一次 借词加名词成为片语 所以inven就是一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用的 没有用 这就叫做inven 所以它是一个字 那么现在各位看到 worth a visit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字 所以你在记忆的时候 在查字典的时候 它是合在一起的 这个worth 就是我们的借习词 在你学的过程当中 很少你会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因为借词加名词 成为片语成为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画一条分割线 这个字考试的重点 worth worth就是借词 借词加名词 既然借词加名词 各位请回到这个题目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都是乱搞的 对不对 这些字借词怎么会这样搞呢 借词加名词 所以只有这个叫做借词加名词 答案选 第一选项 千万不要这样就好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听我讲 东分析西分析 你应该学到的是一个整个句子 这样才是健康有益的 所以学生如果你是东一点背一下 西一点背一下 秘密胡 你真的很痛苦 来我们大家念一下 the science museum is definitely值得一访 worth a visit worth a visit 所以回来答案 worth a visit worth a visit 看完了刚才的例子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把句子做结合 the cat sat there 这只猫坐在那个地方 and带出来一个连接词 the dog slept 这狗在睡觉 outside在外面睡觉 这个是两个句子的合并 我们先做分析 现在看到了六个符号的记号上去 左词动词 there 所以这左边就是一个句子 这猫坐在那个地方 and带出来一个连接词 连接两个句子 所以右边有个句子 the dog slept outside 这狗呢就睡在外面 所以中间会有一个连接词 什么叫连接词呢 连接两个句子 这就叫做连接词 中间如果没有这个连接词 这样子没有的话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中间一定要有个连接词 可是各位比较下面这句 the cat sat there 左边一模一样 有主词有动词 这是一个句子 右边有一个the dog 但是各位看到这边叫sleeping outside 怎么回事呢 怎么变了呢 这个slept这个字叫做睡觉 sleep slept 这三个字就是学校里要背的动词三态 现在是过去是过去分词跟现在分词 我们在英文里面 这两个红颜色字叫做分词 分词在英文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动词 如果这个sleeping的前面啊 有一个别的字 比如说各位看到 the dog was sleeping 那这合在一起 这就叫做动词 这没有错 这是动词 如果这是动词的话 就等于右边有动词 那你的中间啊 就要加一个and的连接词 但是没有这个我之后 在英文就叫做分词构句 分词构句在英文里面是非常喜欢考的题目 也是英文当中最漂亮的表现 很多人一直都听不懂什么叫分词 所以这个考出来也是大家迷迷糊糊的 各位先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sleeping叫做睡觉 这四个字都是睡觉 可是真正英文的动词只有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才是真正的动词 而这两个字虽然有动词的意思 也叫做睡觉 却不是真正的动词 它们叫分词 那么对于分词详细的说明 我们可以看其他的视频 但是这个地方请你先记得 这两个字不是真正的动词 它只叫分词 那么我看到这个sleeping 它叫分词 所以这是一个分词构句 这构在外面 意思虽然一样 文法结构不一样 分词构句就不再是正规的主词动词了 而只是一个附属品 附属品就附在这个句子的旁边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就没有end了 这个观念请大家简单的再回想一下 如果左右都有主词动词 中间一定要有连接词 如果只有一边有主词动词 而另外一边只是一个变形的分词构句 这中间就不需要连接词 因为这右边的东西只是一个附属品 叫分词构句附在这个句子的旁边 如果懂了这个道理 其实好多好多题目 你一看就知道答案 各位现在请看 The teacher spoke loudly 这个老师在大声的说话 主词动词 右边呢 The students 好像也是一个主词 就考你这个地方 可是各位请注意 这个地方有没有连接词 没有 既然没有连接词 就代表右边只是个附属品 所以既然是附属品 就跟我们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右边只是个附属品 有主词就没有动词 所以我们在选项的时候 就不会选这两个真正的动词 而是选这右边的答案 所以我们选的就是这个字 叫做sleeping 所以答案出来了 The students sleeping well 老师认真的大声的讲话 上课 学生睡得很好 答案选的是b选项 看到这边 好像都很容易理解 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 老师 你这样讲我都懂 可是我去考试的时候 那题目很难 它的字我都看不懂 不是像这边这么一看我就懂的 好的确如此 但是请注意 你在那种考试题目 你看不懂的是次 但是它的文法结构一定一样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六个符号英文法 可以保证大家都能学好 而不需要你是最绝顶聪明的学生 因为我们在跟你解释的时候 都是用最简单的字 去跟你解释最复杂的道理 可是我们在学校里学的 常常都是用很深的单字的例子 来解释这个复杂的道理 结果大家学的糊里糊涂 太复杂太深了 好的 那现在字很简单 可是我们说过文法的道理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似乎还可以接受 并不难 那如果我把这里面的字 换成你看不懂的字 请问你难道就很难了吗 我们来实验一下 现在各位看到 The entertainer performed enthusiastically 这里就是一个主词 一个动词 后面ly不重要 主词动词之后 我们再看第二个 叫做the audience 怎么样子off 这中间请注意 没有一个end这样子的连接词 所以表示另外一边 只是一个附属的分词构句 所以这个答案选的是b选项 是不是 虽然我看不懂里面的内容 但是我却知道答案可以选b 对不对 好的 那各位朋友 这也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地方 虽然六个符号英文法 的确可以帮助大家猜对 很多很多的题目 就说你单字不一定看得懂 可是你却能猜对这个答案 因为文法的架构 永远都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先把这个底子学好 你再去参加各种各式样的 高阶的考试 你就会觉得轻松多了 但是如果你直接去参加考试 真的是又无趣又无聊 好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各位要培养的是实力 而不只是成绩啊 你的成绩考的七八百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多一成绩 但是你还是不能用 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实质在在的 又能考又能用 The Entertainer 这叫做表演者 我们真正把它学起来 Entertainer Performed表演 Enthusiastically 非常的热忱地来表演 但是啊 这些观众们呢 Dozing off 在打瞌睡 太累了 现在各位 重新地再念诵这个句子 我们一定要养成念诵的习惯 那么比较难念的字 比较长的字 我们做拆解 六个方法英文法 就是把字 采成一小块一小块 把句子也采成一小块一小块 就容易多了 我们把它拆开来 再来念 enthusiastically enthusiastically 所以 enthusiastically 热忱地 念你就会有印象 有记忆 你就考得会更好 而且你可以运用得出来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